今天还传出另外一起过期食品事件 台南老字号的明哲行餐饮食材供应商 传出了土改保存期限 销售过期食材的消息 台南市卫生局立刻展开查扣 销售相关食品的饭店业者也赶紧下架 我们现在是目前只有一则 公司的自由品牌风雨模式 已经马上有做下架的动作了 那我们在进行之内呢 然后到事情的结束之前呢 我们都不会再有进货的一个情况 明哲行供应许多饭店学校 以及餐厅的餐饮食材 却被检举以化学药剂涂销保存期限 重新打印 借此销售过期的食材 台南市卫生局和销宝官 下午前往位在台南市树林街的明哲行 查扣了大批过期原物料 以及进出货的清单 交由地检署调查